苗族是我国种植水稻最早的民族之一 他们远古时期生活的长江中下游 早在五六千年前就开始进行水稻栽培 苗族迁徙到前东南后 开山造田仍以农耕为主业 其实把剪纸拿到市面上出售 是很多苗族妇女维持生计的手段 他们到了城市里边 他们开作坊 这些作坊它用剪的剪纸 逐渐变成科纸 因为剪纸一剪就剪四张六张 那头就伤配很不利的 它一刀下去几十张 这样而且刀子刻得很细 为什么这样它服务对象不一样 现在都续发车了嘛 现在我们续一袋 送他们可以卖到好的可以卖到几百 然后丑的卖到一两百 我现在生活仍然也贵了 做民事那么多 但是买些东西来又买不到好多 现在我们收这些东西好 也现在越来越贵 欧阳光阴沿用的是家族里传统的刻纸技术 一次可以刻几层剪纸 图案预先在最表层的纸上画好 纸张用的是当地手工作坊生产的白皮纸和黄草纸 刻好了之后便拿到镇里的店里去卖 欧阳光阴曾经陪着汪安丽到北京去做过展览 知道自己家祖传记忆的宝贵 然而他并没有提高自己减纸在市场上的价格 有外地的人来了 他会用自己独有的口音 讲解那些花样里的传说 讲的最多的是他的苗祖祖先江央的故事 江央造人是苗族最古兰的神话之一 传说雷公放洪水来淹没天下毁灭人类 江央坐在葫芦里躲过灾难并降服雷公 江央重造人类用泥巴捏了许多人 但不会讲话他问天天说 砍竹子来烧竹子爆出声音人就会讲话 江央砍来竹子一烧 果然人跟着竹子的爆声说起话 后来他心醒着我竹子的话 哎竹子你说我错 我错了我把你砍掉了 现在我把你截起 所以先截着竹子 现在竹子才去做一截一截的 农民真的从自己来 那么在少数民族地区 尤其是西南少数民族地区 简直有两个用途 第一是作为刺绣的底样 我们知道 西南有很多少数民族 它是没有文字 或者有文字 它也不是非常流传的 那么他们历史是靠什么 是靠口传文化 那么就是说史诗啊 诗歌呀 民谣啊 尤其是这个 这个这个 就是谷歌 就是所谓的这个史诗方面 大量地记载他们这样一个历史传说 这是诗中偏寨村一位普通的妇女 她的丈夫前些年病死 如今全靠她描写刺绣花样 来维持她和年幼的儿子的生活 很多苗族妇女并不识字 然而 他们描画指样的水平 比受过艺术学校专业训练的学生都不差 苗族地区它不太一样什么 就是呢 她因为在这个生活当中 没有搭带的像中原这个脉座文化 这样复杂的这个 民族使用的这个仪式和类型 所以说呢 她的很多女孩从小呢 不是来先学剪脂 是先学绣花的 上来就是来学这个绣花 大人给画了这个绣花样子 那么很多妇女呢 是先学刺绣后学的剪脂 这里是贵州台江县 隔东镇五叉村 自古就处在苗族聚聚区 由于封闭着自然环境 这里保留了许多独特的生活习俗 当一些传统的节日 或者村里有人出嫁时 一些身配银式盛装的妇女 便会围聚在一起 敲锣打鼓 再歌再舞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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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在很多的苗族村寨里 都有专门的银石匠人 苗族人普遍喜欢带银制饰品 制作银式的酱